太極門冤案24年 我是第一個專查大額逃漏稅30多年的 就是財政部集合組的 來參加 是稅務門中人看課稅的不公平不義 我寫這個本書 都是根據大法官對租稅法律主義的解釋 彙整的 裡面我只對兩個人 兩個前面 用尊稱的 第一個是287號的大法官屆 劉鐵征先生 我是劉大法官鐵征 我是用這個 第二個 就是我在復健裡面 我本身是嚴部長 我是財政部嚴前部長 慶章 嚴部長是我退休前 我認識的最後一個部長 我都講他違反哪一些 就是違反了所得稅法的第四條的免稅條款 你去給人家課稅嘛 那也違反了刑法129條的非法徵收 所以我都講了 所以你根據現行法律的話 我就今天部長又進來了 同樣的法律 看一看到底太極門是合法課稅還是非法課稅 非法課稅的話 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的 一百個大法官解釋喔 裡面講的就是說 法律規定怎麼申報 城市申報納稅 稅務機關怎麼依據同樣的法律 去課稅 預約這個就是縫獻的 這是民產和國產的紅線 你非法課稅就搶奪了民產 你沒有城市申報納稅就是漏稅 我們定法律都很清楚 租稅法律主義的解釋 大法官解釋最細膩透徹的 就是劉大法官鐵證 287號的 裡面我還特別提到說 我聽說劉大法官還是 現在蔡英文總統 政大法律習時候的教授 我查稅幾十年 為什麼現在用推論的 無證據的給人家補稅處罰 是完全就不懂經濟學啦 什麼這些東西的人在做的 為什麼會存在 而且我也講說 刑法一百條 都已經刪除了 結果現在納稅的居然有恐懼 被非法課稅 這是非常奇怪的 我們的法律不曉得 就租稅的行政訴訟 我敢說 二三十年前 《經濟日報》就有刊登 我們半稅資深的都知道 怎麼形容行政法院稅務訴訟 稅法是神明 法官是基同 那個稅務人員 就是法務科區的稅務人員 是桌頭 這個你們就知道 因為他們不懂經濟學 不懂會計學 他不曉得怎麼才是正確的 所以我想說太極門的案子 部長都已經參加了 可以組成一個影子政府 和現在的政府 來對幹嘛 來看一看法條怎麼樣 好不好 我講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部長來 我看到了亮光不是曙光 謝謝